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第一财经栏目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注册财务策划师 环球百万元桌的顶级会员 同时也是万锦金融公司的总裁李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首先欢迎李总的到来 好 谢谢主持人 电视机器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李总也是几经做客过我们的第一财经节目 而且带来了精彩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其实今天李总将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是一个关于房地产的话题 那么其实房地产市场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热 也是大家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那么可以说任何的热点话题都是有它遵循的一个历史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加拿大房市的历史谈起 那么从一开始到现在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 有一些什么样历史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和根据 这方面李总能不能首先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好的 没有问题 那现在这个房地产在加拿大这种热潮 是现在可能潮一饭后 不管是在从业人员还是说这个作为一个闲聊的话题 都是非常热的一个topic 那今天的话呢 我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有一些专家甚至是一些行业的观点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谈到加拿大房产市场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行为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初 80年代初跟90年代初都有这个房产的价格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么从2000年到现在 除了08年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有些回调 那么市场呢是一路向阳的 所以说经常之前也有很多人在质疑 是不是这个cycle就是这个循环又到了 那么到现在看来的话呢 这些所谓用过去的这个时间段的循环的观点 来去看这个加拿大市场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早就已经过时了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从1976年到1980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的平均的全国房价是199,182块 那这个的话呢 已经是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了 也就是说199,182块是按照2014年的这个Dollar的value 也就是说这个现金的价值来去做个衡量过之后的 而2014年的这个平均全国的房价的价钱的话呢 是40万8千 我们讲的都是一个通货膨胀已经调整过的 并不是以前的钱 1976年到2014年期间整个加拿大的话呢 这个房价是翻倍了 那我们如果按照一个投资回报率来算的话呢 这平均35年的这个升值每一年是2.05 那这个也是real rate return 也就是说真实的已经减去了通胀 所以说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些报告 说过去其实加拿大的房产每一年的增值在5%左右 非常的consist 非常的这个平均 那就是对的 因为呢5%的增长是包括还没有减去通胀率在里面的 那减去通胀的话呢 那平均这35年的增值每年是在2.05左右 而单单看2014年到今年的4月吧 那也是这两年期间的增值就已经达到了14% 所以说这两年的一个增值已经是完完全全的 已经是在7倍以上的之前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增值 大概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的房价的话 我想这个就是我想有些数据跟大家能够分析一下 好的那么李总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具体来说呢 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全国的形势来讲 BC省和安省还有大温地区和大多地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区域 那么这些热点的区域的话 您觉得认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份 有哪些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比较关注的更多一些 并且从这些典型性的案例当中呢 又总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起伏的变化和经验 供我们可以去参考呢 好的 大家知道加拿大的话呢 这个地域很广啊 那么大部分地区的话呢 都是四季比较分明 特别是在冬天比较漫长 比较寒冷的 所以说就造成了 就是说在整个加拿大来讲的那个房产的增值 在一年的变化中是跟季节性非常相关的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从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 那么我们看整个全加拿大的这个增长的话呢 最高的这个月份呢 是在去年的7月份 我们讲是讲到今年的2月份 我们这些数据是还没有到4月份 那么7月份的去年的增长是1.1%左右 8月份的话呢也是1% 那么到了今年的1月份的话呢 整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回报率的话呢 已经到了是负的这个1%左右 这就是整个加拿大的形式 那我们看多伦多的话呢 整个这个图表来说 应该是跟全加拿大是非常的持平的 都是在7月份的时候的话呢 有2%点几的增值 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有1.5%左右的增值 那么今年1月份的时候的话呢 是有一个微微的下跌的一个趋势 但如果反观我们在大温地区 温哥华的这个市场的话呢 是完全跟这个季节性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7月份它有1.5%的增长 那么在今年的1月份的话呢 依然有差不多1%的增长 而在2月份的话呢 一个月的话就有3%的增长 所以说从这里来看 如果我们来看整个加拿大的话 2月份如果除去了温哥华的话呢 是负的1.1的一个跌幅 就是整个房价 但如果我们把温哥华 算到这个里面去 整个加拿大的房产 在今年的2月份的话呢 是上升了大概0.5% 所以说整个大温地区的话呢 这个房产对于整个加拿大房产 价钱的走势的话呢 是非常的举足轻重的 好的那感谢李总刚才 这一段精彩的点评 观众朋友我们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稍后回来